民国罕见的老照片 民国罕见的老照片 第四张书是儒雅帅气 最后一张令人惊艳 1913年民国二年 袁世凯的英文翻译 孔天曾罕见的老照片 手持折扇 英气迷人 1924年 旧上海一位名人 服饰华丽 淡淡的微笑 真的很清晨 1924年 满洲的一位女艺人 端庄贤淑 容颜清丽 漂亮极 舒适 1916年4月19日出生 1938年后担任青鸟巨社 上海大同摄影场 进行影片公司演员以及编导 1952年 又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场演员 导演 中国影协第三 四届理事 徒为舒适罕见的老照片 如雅帅气 1933年 左起分别为赵鞋安王茂斋 和孤宗廷张子 后排左二王子 王茂斋的儿子王子超 王子英 以及无忌的合影 软灵欲 身子妩媚 弯弯的眉眼 甜美的笑容 令人惊艳 他经常一席旗袍加深 堪称三十年旗袍的形象代言人 被誉为中国的英格力宝 慢 注 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